大家好,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美国的市场情况 今天美国市场开盘之后三大股指都下跌 那么盘中跌幅还有点深 道指的这个下跌幅度下跌了560个点以上 那么美国的主流财经媒体如何解释今天美国市场的这样一种状况呢 这个就像之前LT提醒过的一样 因为市场它变化,它有它的内在逻辑 那么当前美国市场这种腿势 它就是因为美联储要加息 大家都在等那只鞋子要掉下来 但是在5月25号之前呢 这段时间每一天市场它就会给它找一个眼下的理由 或者比较牵强的它会归因于一个主要的世界 所以说这段时间每天美国主流媒体或者投行解释市场变化的原因 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这个是要提醒网友们一定要掌握的 那么今天它把市场的这样一种下跌 它规矩会为什么样的表面现象呢 那么普遍认为是投资者,市场的投资者 都在等几个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 比如说今天盘后 这个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包括微软,包括Visa 就这些能够反映美国经济面的这些大型科技公司 他们的财报受到普遍的关注 所以说今天美国市场它表现出来一种抛售的现象 但是你说仅仅因为等大科技公司的财报 这个不足以造成市场的这样一种腿势 所以它根本原因它还是美联储加息的因素 那么今天有几个宏观数据呢 它也支持美联储大幅度加息的可能性 你比如说今天公布 3月份美国工厂耐用品的订单增长了0.8% 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07.6降到107.3 但是这个数据仍然体现了美国人对经济足够的乐观 他们会继续购买新的汽车、电器等大件商品 所以说你看这个美联储为什么它不加息呢 标准普尔对美国2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 它反映2月份同比上涨了20% 就显著高于前一个月的18.9 就房价这个涨得太厉害 所以这个也是支撑美联储应该加息50个基点 这都是市场在消化这些数据啊 他们在盘算美联储会做什么动作 所以说总体上来讲 就是美国的经济它仍然是一种啊 比较好的发展形态 那么这种比较好的发展形态是在 美联储已经向市场公告了货币政策的指引 就已经预告了5月份会做什么动作 在这种情况下 那美国的宏观经济它仍然保持了一种啊 增长的势头 所以这个它会鼓励美联储胆子再大一点 那美联储如果是继续这样强硬 胆子再大一点 那么最终市场它会受到这样一种啊 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市场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压力 所以说越是数据好 股市越是要跌 那么今天中国的市场 周二它在周一的这个大跌基础上又继续跌 就2900点失手了 因为在3000点失手的时候 LT曾经提醒过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 这个还没完 因为美国这个靴子还没掉下来 所以说中国那个股市啊 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也没有完 还会继续贬值 中国的市场还会下跌 那么今天周二上证指数 它失手了2900点 LT注意到中国证券报啊 又开始造舆论 所以已经快到底部了 这个显然是胡扯 LT对其他人可以不负责任 可以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 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讲 这个2900点不可能是底部 因为这个你整个中国的这样一种经济 它是在一种国际大循环当中 那么这个国际最基本的经济秩序 它还是受美元政策的约束 在这个方面就中国经济与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呢像个孤儿 它与世界的交往啊并不多的 那么中国呢它目前呢它是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尽管你看起来块头很大 但是呢它都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受影响 你看中国它很难制造一些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 大的方向性的变化 所以说大家不要相信2900点快到底部 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也非常外行的 但是不知道中国证券报为什么要写这个文章 他们反正忽悠人也不负责任 下面我们来分享 第二个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就今天马斯克的特斯拉 它的股价继续下跌 昨天就开始下跌 那么今天继续下跌 今天跌幅跌的什么程度呢 跌幅超过了11% 那这个就是一种股灾级别的这种下跌 那么为什么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在搞定了推特 与推特董事会达成了收购协议 之后市场为什么会抛售特斯拉的股票呢 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呢 那么美国市场的普遍认为 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啊 他一定会分心 他一定会减少对特斯拉这个企业的关注 那么这个就会影响特斯拉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市场普遍认为就马斯克本身他没有钱 他所有的财富全部在特斯拉 就他现在所谓的世界首富 他主要的财富来源就在特斯拉 那么他买推特呢 他也没有钱 他源了也没有积累 他全部都砸在他这个有效的资产 都砸在他这个特斯拉里面 你像这个他那个航天公司也好啊 他那个地下隧道公司也好 那些都不挣钱的 那都是亏损的 他主要财富就来自于特斯拉 那么他买这个推特440亿 从哪来呢 天上掉不下来 他所有的这个钱 他都要去拿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的股票 去质押贷款 要么要卖掉 相当大数额的特斯拉的股票 那么你看 你第一又要分散你的精力 第二你要卖掉你的特斯拉的股票 那么这个对特斯拉来讲 他就是很负面的 因为现在马斯克对特斯拉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今天特斯拉这个股价的大跌 那么在美国的市场 投资者看来呢 是一个很必然的现象 那么今天这个下跌呢 除了特斯拉本身的原因以外 他也受大盘下跌的这样一个 累计因素的叠加 跌出来了这么一个坑 所以对于非常喜欢特斯拉的这些网友 你可能会关注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能会接近比较好进入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马斯克收购这个推特达成协议之后呢 他不仅给他的股价带来这么大的负面的冲击 他也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很大的争论 首先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派的一些领袖 包括一些国会的参议员 他们认为这个马斯克买下这个推特之后 他会改变推特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秩序 可能会对保守派有利 对左派不利 对自由派不利 所以说呢 就有几个自由派的这样领袖性的人物 就宣布说 他们会离开推特 不用这个推特的 那么这个新闻呢 而你觉得就很有意思 这个就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因为你在过去的两年 很多保守派的人呢 被删帖被封号 有的气的走了 但是呢 当时也没有人同情这些人 你要气走赶紧倒霉 包括川普的账号到现在封的 那么现在呢 马斯克还没有正式来运作这个推特 现在这些自由派的标志性的人物呢 他们就发誓要走 要离开 要气走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马斯克能不能够给 美国的舆论厂呢 带来一种平衡 我们是需要观察 因为美国的大部分的媒体 社交平台 他都是偏左 偏自由派的 那么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他会不会把推特变成一个 亲保守派的这样一个社交平台 这个还是值得怀疑的 这个还是要观察的 因为按道理来讲 马斯克他不会把它弄成一个同温层的 因为马斯克我们后面会涉及到 就马斯克他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保守派 就他在很多方面 很多想法 他还是很马斯克的 他很独特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负面 除了股价 第一个反应以外 他收购推特之后 第二个负面的反应呢 就是有一些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发誓要离开 不用抵制这个推特了 所以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三呢 就是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 成为这两天美国舆论议论的焦点 因为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 确实是非常好 可能是在美国企业界当中 他处理与中国政府关系处理的最好的 因为中国也发起了抵制特斯拉的运动 但是呢 你看马斯克他总能逢凶化急 马斯克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好 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宣布要给他 特许他 要给他发中国绿卡 那么这个呢 中国总理啊 这个寄信的要发绿卡 这种事呢 还不多 那么对马斯克他就比较例外 你包括马斯克在中国投资 中国政府对土地 包括贷款 都给了最优惠的政策 甚至这种优惠呢 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国家队 比给华为的政策还要优惠 所以说马斯克他受益于中国政府的 这样一种扶持 那么马斯克呢 他也对中国政府呢 也有回报 他两次比较有影响的 为中国政府站台 或者是歌颂赞美中国政府 他一次呢 他讲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比 中国政府更关心人 更关心民众的生活 那么这个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第一时间称赞马斯克 这个讲的是实话 这个讲的很正确 那么第二次嘛 就是去年底 马斯克认为中国的经济很有希望 未来是中国的 是美国经济的两到三倍 而且呢 他认为中国才是街头的老大 就在与美国相比 就在一条街上的话 未来中国才是街上老大 那么这个呢 对中国政府来讲 他听着当然也是非常高兴 所以说马斯克与中国的这样一种关系 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 就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会不会被中共利用 或者会不会在推特上帮助中共 因为中共很看重这个推特的这个渠道 他们又不许中国老百姓上这个推特 但是呢 他们又派了大量的五毛 大量的水军到这个推特上 来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 同时中国的这些外交部战狼呢 他们又特别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推特上 与全世界各国家的人吵架 但是呢 由于推特 他之前在这样一种舆论的管控方面 他对中国官方的这样一些虚假宣传 他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你比如说 他隔一段时间 他会注销几千几万 甚至几十万 一次几十万都有 注销中共的水军账号 给中共的这个官方的人物 给官方的媒体贴上标签 是中国国有的媒体 那么这些呢 中共他当然会不舒服 那么原来他也说不上话 那么现在 马斯克入主这个推特之后 中共当然会找马斯克来帮忙 而且从马斯克来讲呢 你也能想象到 马斯克对中国 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 马斯克会开绿灯的 你只要不是 明目张胆的去讲意识形态 讲共产主义 比如说讲中国的经济很好 讲中国的政策很好 讲中国政府领导经济能力很强 这些马斯克一定会放绿灯的 因为马斯克本人都在做这个宣传 所以说怀疑啊 质疑马斯克入主之后 中共会利用与马斯克的关系 在推特上去做 更激进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 这个是可能性非常大的 那么昨天呢 就是大家网友很熟悉的 纽约时报 这个记者傅彩德 他就提出这个质疑 就是你 马斯克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那么对推特未来的 这样一个中共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那么傅彩德发了这个推文之后呢 就得到了马斯克的死对头 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的转发 贝佐斯认为确实是 要提防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 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 也报道了傅彩德 贝佐斯 他们质疑马斯克与中国政府关系 质疑推特的未来 那么RT也注意到 有很多中国网友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他说你贝佐斯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呀 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就言外之意 就是你贝佐斯 你看中共的脸色 你比马斯克呀 那个还要卑微一些 你还要那个低三下识一些 那么中国外交部呢 也参与了这样一场争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呢 他就否认中国会利用这个马斯克 特斯拉这个关系 去影响推特 他否认这个事 但是中共这个否认是 没有人相信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尽管是马斯克的对手 竞争对手 贝佐斯他们在传播这个观点 但是你不能因为贝佐斯传播这个观点 或者贝佐斯也通共你来否认 或者你认为未来推特 不会给中共开方便之门 这个警惕性呢 不能够丢的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大家要注意 是不是左派在担忧 或者是不是自由派担忧 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呢 不是 在推特收购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华尔街日报在3月22日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道 那么这个报道 它的标题就是国会议员担忧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 马斯克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在华盛顿引发不安 那么这个报道里面呢 他提的程序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美国共和党的议员与美国情报机构举行了机密简报的会议 那么他们研究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们就担忧中共利用特斯拉这样一个关系 有没有可能让马斯克的SpaceX 他的这个火箭发射公司的一些技术流向中国 这个是美国国会啊 是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3月22号在华尔街日报进行了报道之后 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所以说对马斯克啊 收购推特也好 马斯克在中国投资也好 那么美国舆论美国两党 对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 这个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就这个网友们要有个概念 因为很多在中国成长的这些网友啊 即便是出国了 他们这个思维方式也还是受中共的影响很多 就习惯于非黑即白 就是看待马斯克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 那么既然他不是坏人 那他一定就是好人 而且好人呢 什么都好 那么LTA认为呢 你针对今天我们来评价 特斯拉 评价马斯克收购推特 评价大家对马斯克这种质疑 LTA想谈呢 LTA对这一类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就第一 LTA认为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你无论是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无论你是支持自由派还是支持保守派 你如果不是个纯政治人物的话 或者纯政治的激进分子的话 那么你要冷静的对待这些政治人物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的 你无论川普也好 无论拜登也好 马斯克也好 你凡是有一定的公共权利的 无论是靠这种政府的权利 还是像马斯克拥有了这样一种平台的控制能力 他也是拥有了一些公共的权利 那么对于拥有这样一些公共权利的人 你只能够是一种监督 而不能够作为一种供奉 那么在这一点上就有很多网友呢 就愿意啊 我要选择信一个人 那我什么都信他 我那绝对是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这当然这是LT个人的一个想法而已 就不要把任何有公权利的人当做救世主 第二个观点呢 LT认为呢 就马斯克他只能够代表马斯克 你不能够想如飞飞对马斯克 包括有些网友对川普想如飞飞 那个川普就是川普 马斯克他从基本政治色谱 他是属于保守派 但是他在某些观点上 你很难说他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你比如他对中共的态度 就有些网友说 哎呀他是为了做生意 那是忽悠中共的 那可不是忽悠中共的 你们如果认真看 他在去年12月份 在华尔街日报召集的美国CEO的那样一个 援桌会上 他那个演讲 你能够 如果你能够听那样一个演讲的话 他可不是在简单的说恭维话 他是在非常有信仰的在讲一些话 所以他不反感中共的执政 而且他能够说出来 用他自己的理解 能够说出中共的优越性 而且他不认为 中国人民对中共有什么不满 没有什么不满的 所以说马斯克就代表马斯克 而不能够你把他想如飞飞 认为他代表保守派 或者甚至更有些不切实意的人 认为马斯克是反共的 这个可能就说的就更离谱了 马斯克他在基本的价值观上 是与中共是不同的 但是他如果强行理解成为一种经济上的行为 那么他会帮中共的 因为马斯克在面对媒体批评他 帮中共站台 帮中共说好话的时候 马斯克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就网友们知不知道 就当他去吹捧中共 并且得到了花春莹的这个表扬 那么美国媒体在批评马斯克的时候 马斯克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并没有说 我说中共好话 是为了公为他是为了我在特斯拉在上海 寄人篱下没办法 他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不会无条件的支持任何国家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我都不会无条件支持的 这个是马斯克他讲的 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讲呢 就是马斯克他既有他的基本价值观 摆在那个地方 他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基础 他的色谱与中共绝对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又于传统的美国保守派 或者自由派的一些政治倾向 与对中共态度上 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那么第三个与网友们分享不能错过的重要信息 是北京从今天开始 要对2000万人进行全员筛查 那么这个消息呢 也成为今天国际主流媒体的最重要的新闻 在报道 那么LT注意到呢 就是北京的官方和民间 他们的说法呢 似乎都一致 就是说他们现在积极的参与 2000万人参与这样做呢 是为了避免上海的悲剧 他这个逻辑是怎么讲的呢 上海有什么悲剧呢 或者怎么避免上海那样一种走了弯路呢 就他们认为就是上海呢 是在出现几十例之后呢 等了大约一个月 然后才采取这样一种全员的措施 而北京呢 现在刚刚发现几十例就开始进行全员 所以说北京在执行中共的这种模式上 比上海要坚决果断及时 所以说这个呢 是昨天而言还没太弄清楚 这个北京怎么这么自豪 他们比上海强 或者避免上海的弯路 上海究竟走了什么弯路 也说不清楚 那么今天看了这个报道呢 路透社也好啊 纽约时报也好啊 金融时报都这样报道 就是正面的来宣传 北京官方和北京民间 他们流传的 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 为什么比上海做的好 怎么避免上海的弯路 他们是从这样一个时间上来讲 现在北京或者是北京官方 甚至习近平 他们认为上海拖了 延误了一个月 那么与此同时呢 就是今天有一个小道消息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大秘 现任大秘 中办的主任丁薛祥 可能要到上海去当书记 那么如果丁薛祥 他真的去上海当书记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 今天路透社报道这个 北京上上下下认为上海耽误了一个月 那么这个事儿可能罪就比较大了 那么无论是先人的上海书记 市长可能麻烦都会比较大了 那么会不会习近平 面对中国各地对上海的声讨 会不会挥内斩马术 把他这个滋江新军的这个核心成员 这个李希拉下马 这已经排队排队 已经是这个二十大常委的这个 当然人选了 会不会这一次呢 挥内斩马术 这个我们也值得观察 第四个值得与网友们分享的重要新闻呢 是今天美国的国防部长 在德国召集了一个会议 有四十个国家参加 LT认为啊 就你看戏看门道 就这个新闻呢 在国际 今天的国际这个要文里面 他排的不是靠前 但是LT认为很重要 这个呢可能对乌克兰局势影响了 是非常大的一个会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在德国召集四十个国家的 这个安全官员 就研究一个主题 怎么样有序 有效的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所以说你还能从这样一个新闻 你能看出来 就是美国 他在俄乌冲突这个过程当中 他扮演的角色 他确实毫无争议的领袖 他一方面身先士主 他做的最多 第二他这种协调啊 是非常有效 非常有利的 第五个重要的新闻 与网友们分享一下 就今天 中国的媒体都显著报道 国际媒体也有报道 就是有三名中国公民呢 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 这个三死一伤 那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里边呢 就透露出更多的内幕和信息来 就这一次的这个遭遇到的这种袭击 他是全部都是中国的这个 什么孔子学院的院长 以及工作人员 那么MT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就感触很深 这个中国为了这个输出啊 这个意识形态 他不惜冒着敌人的炮火 这个打引号 冒着生命的威胁 也要去弄那个孔子学院 那么这种事 可能就会让中国社会需要反思 你有没有必要 因为你所谓的孔子学院 你除了美国发现的 有一些你在搞一些 从事一些间谍性的 统战的一些活动之外 你主要还是在宣传一种汉语语言 那么你有没有必要在这样一种 这么不安全情况下 人家对你那么敌对的情况下 你非要去那地方去 做传播汉语 这个说不过去的 你如果不是有一些什么政治 军事或者什么其他特殊目的的话 你有没有必要这样的 让这些所谓的语言培训教师 去冒着生命危险 到全世界弄 到处弄这个孔子学院 所以从巴基斯坦呢 今天发生的这个产案来看呢 就中国他确实需要检讨一下 他不顾一切的这一种 发展孔子学院的这样一个计划 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有没有必要 这个是LT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最大的感触 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分享一下 今天华尔街日报 他重头的一个重头报道 他的标题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官员们 即使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下滑之下 也要确保 今年中国GDP的增长要超过美国 就今天呢 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这样一个报道啊 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那么LT看了这样一个报道之后呢 不感的意外是非常习近平 你能从这个报道里边 你能够得到哪些信息呢 就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能得到哪些信息呢 就第一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相继出现了严厉的管控 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了 重大的这样一个挫折之后 习近平他对GDP的目标 他给中国的这样一些经济官员 或者给李克强画了一条底线 这个还不是红颜 他就底线所谓的习近平 总是说底线意识 就底线意识 就是你最低不能低到这个程度 他给李克强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底线呢 就你今年由于各地的这种管控 GDP达不到5.5 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你低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 你不能够低到 比美国的增长率还要低 那么这是给李克强画的底线 那么美国的这个 今年的GDP可能是多少呢 按世界银行最新调整以后的预计呢 是美国的GDP可能会增长3.6 那么世界银行同时预计 中国的经济增长 GDP增长今年呢是4.4% 那么习近平呢 他给李克强敲紧钟的是敲 我不管4.4 3.6 你反正不能够低于美国 那也就是说 习近平给李克强画的底线 实际上是两条 第一你要高于这个3.6 你不能连3.6你都达不到 第二 即便达到3.6 你还要看美国 美国如果增长了 你这个数字也得给我弄增长 所以说这个报道啊 就把习近平对 今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 他把它具体化了 双线 这是我们从这个报道里面 获得的最直接的信息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怎么来看习近平 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或者他画出这样一个底线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件事 而第一认为啊 有三个方面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就第一 就习近平他传递出来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 他把反美 把超过美国 作为啊 他压倒一切的目标 就你能从这个报道里面 你能够体现出来 就习近平他这种 反美抗美的情绪啊 是非常强烈的 哪怕家里出了天灾人祸 那都在所不惜 反美抗美要摆在第一 这是传递出来的第一个信息 这个呢 华尔街日报这么报道 至少会让很多美国人了解 就习近平在他所有的工作当中 他把反美抗美是摆在第一位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体会 或者是评价 第二个方面呢 你能够反映出来 就习近平他在他的思考当中 GDP绝对是第一位的 你所谓的人民健康 人道主义 那个都是次要的 我不惜其代价 我不管你出什么事 因为今年你这刚刚才是上半年 你下半年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灾难 都很难讲 但是习近平他不底线先画出来 我不管你有什么管控 我不管你有什么天灾人祸 这个GDP就得给我增长 超过美国 所以他把GDP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是我们从这个报道 能够看到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 就GDP压倒一切 仍然是习近平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能够从这个报道里面能够看到的 就习近平对中国各地出现的 这样一种管控给人们 带来的生产生活不变 甚至带来一些人道的一些危机 习近平他根本没一大回事 这个他根本不关心这个事 所以说他的初心也好 他的宗旨也好 与人民的利益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如果有联系 他也是为了他这种独裁集权 这样种统治附带的 也许会给特殊的阶段 特定的区域的人们 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好处 但他的出发点落脚点 他是与这些人民的疾苦是无关的 那么从把抗美反美做第一 把GDP做压倒一切的任务 从这个无视人民的这样一些疾苦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看习近平的他还是有一些懦弱 这个并不是表达一种强势 也许有些中国网友一听 习近平可能是有气魄 这个LT看来可能是一种无知 一种懦弱 为什么呢 尽管世界银行预估美国今年增长是3.6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美国现在的政策 它是在什么方向在使劲 美国的政策是在遏制GDP过快增长 美国的政策是在遏制通货膨胀 它这种大幅度的加息 紧缩货币 它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 它是让经济增长降速 所以说习近平 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经济的话 你大可不必说 要超过美国征服今年 再低不能低于美国 因为美国在做减法 它并没有让GDP去那么快 就GDP的增长 从来不是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 任何政府它第一位的是就业率 所以这个也能够体现 就是中共它的执政理念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并没有把这种名声放在第一位 所以说你看它 我不管你上海出了什么事 我不管你深圳出了什么事 你首先你这个GDP 你得给我超过美国 第二我不管你有什么灾有什么难 你先把GDP给我放在第一位 放在中国其他事务的放在第一位 所以这个呢 它体现出来一种执政理念 它的一种猥琐 一种落后 同时LT认为呢 它在这么强调这个速度 还是一种心虚 它需要用这样一种数据 来给自己壮胆 那么在习近平的这样一种要求下 它很可能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要么是中国的这个统计局会 给它报假数据 要么呢 它就会通过货币的注水啊 其他对经济长远有害的 制造一些短期的好看的数据 这也有可能 就一方面它有可能会造假 另外一方面会注水 无论是造假和注水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 现实以及未来 都是非常有害的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